《辰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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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時中好 陳時中 冒帥 陳時中 冒帥 民進黨加油 謝謝 謝謝大家 雖然 我不是候選人 但是我支持的候選人 你們可不可以支持 陳時中當選 是我們大家一起要做的功課 蔡總統 奉上 記得蔡英文在台北的頭皮 得票是凱登之五十三 我們要衝動 蔡英文在2020年的 得票比台北高高 蔡總統親自出馬 要做陳時中的超強催票機 總統對於整體台北市的 選舉它是當然是非常的關心 也認為非常重要 那另外總統也對我非常的信任 對我抱以後望 蔡總統 奉上 蔡英文 蔡英文 蔡總統會這麼賣力 不是沒有道理 首先我要宣布 徵召陳時中同志 參選台北市長 7月中旬 民進黨選隊會拍板定案 徵召陳時中參選台北市 陳時中 加油 陳時中 加油 陳時中的出現 是身為黨主席的蔡英文 意志的展現 就算民調落後 拉抬陳時中 依舊視清全黨之力 蔡英文總統或是蔡英文黨主席 他是一個非常具有使命感的人 全黨上上下下不只總統 我們的基層 我們的各地組織 那其實全台灣各個縣市 大家也都齊步來發動回鄉投票 這一場選舉 台北絕對是重中之重 陳時中這張牌 基本上是蔡英文主席 他這個強力打出來的 主席牌輸掉的話 那就表示說蔡英文的領導的權威 可能就出現問題了 如果說首都沒有辦法拿下來的話 而且是一而再 再而三地供不下來 這個對民進黨長久的發展來講 確確實實是會有很大的影響 我從現在開始 持續民主進步黨的主席一職 2018年的地方選舉民進黨大敗 當時蔡總統辭去了黨主席一職 以示負責 今年的選戰對蔡英文來說 依舊是場硬仗 除了台北市 陳時中的選情是觀察重點 另一個重要戰場就在桃園 我們現在的地方是桃園平鎮的 新式公園 像這樣的共榮市主題特色公園 在桃園就有56座 這是鄭文燦的重要政績之一 但鄭文燦的政績牌 是否能對鄭運鵬起到加分作用 不僅影響了雙鎮的政治仕途 這也是蔡總統主席保衛戰的 關鍵重點 鄭運鵬 夠 算 鄭運鵬 夠 算 我當總統之後 常常來桃園 來過上來次 要把支援帶來建設桃園 大家說好不好 桃園跟中央有很好的合作關係 所以桃園的很多建設 中央有補助 中央有支持 就是總統副總統 那是來桃園也是視察 也是關心 也是浮選 強調中央與桃園的好關係 蔡英文請走桃園 要把鷹粉票催出來 那蔡英文總統 那蔡英文總統 尤其是最近各個民調的指標 他的滿意度跟他的這個施政的方向 都是受到全國人民最大的肯定 為鄭運鵬拉抬身世 因為這場黨主席保衛戰 桃園也有殊不得的壓力 蔡英文徵召豬馬的林志堅 因為一場論文抄襲風波 黯然退選 起步較晚的鄭運鵬 要如何延續桃園執政光榮 事成 事敗 黨主席得一肩扛氣 可以說是為了選後 被算賬的時候 責任能夠輕一點 至少他在桃園 希望能夠做到一點 就算最後沒有功勞 也要展現出苦勞 拿不下台北桃園 對民進黨和對蔡英文都是大傷 2018年的慘敗 不願重蹈復撤 蔡總統只能拚了 近新聞 許佩甄 陳岳威 採訪報導